所以 the dinosaurs could not find food or water 因此恐龙就没有办法找到 find 找到food 食物 or 或者是找到water 水 因为地壳变动带来天气的变化 天气变化有些地方就没水了 没有水植物就死掉了 那植物死掉 恐龙就找不到植物可以吃 对不对 也没有水可以喝 接着恐龙也就死掉了 就这样子 这个是连锁反应 造成了大自然的变迁 the insects do not need much food and water 好 现在又谈到恐龙跟昆虫的不同 为什么恐龙会灭绝 那么昆虫不会 那就是因为恐龙很大只 它要很多食物 它要很多的水 可是呢 the insects do not need much food and water 昆虫并不需要很多的水跟食物 好 那所以昆虫就可以存活 and 并且除了食物需要量不大 所以这个不需要很多 并且they could fly 它们还会飞 它们还会飞 昆虫会飞 这里没水 它就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水 这里没食物 它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找食物 可是恐龙不会飞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恐龙就只能坐以待毙 昆虫就可以飞来飞去 可以存活 they could leave one place 那么they就是指昆虫 昆虫可以leave one place leave是离开 离开一个地方 并且fly fly 飞 to another 飞到another 是另外一个地方 the dinosaurs 恐龙没办法飞 它的需要的食物跟水量也很大 那食物不得了 水也不多 恐龙就 死掉了 但是 the insects leave的昆虫 却存活了下来 但是因为他们需要的食物呢 很少 需要的水也不多 可是呢 所以他们本来也是很大只的 慢慢的慢慢的 因为食物不够 水不足 they became very small 他们就变得非常小了 很小只了 好 today 今天 好了 已经讲到今天了 那既然是讲到今天 我们动词就要用现在式的转回描述现在的情境 前面用过去的情境都是讲过去的昆虫演变的历史 那现在回到现在了 今天啊 there were more insects on earth 好 这个是A A比B还要多 今天 有地球上 on earth 地球上有更多的昆虫 我地球上的昆虫呢 数量 比 any other 任何一个生物的数量还要多 昆虫的数量 比任何一个这个生物的数量还要多 那这个地方是很难的一个文法观念 那么为什么用any other 那我们来看一看文法的补充 第一个先看补充 with跟without 我们在英文进一步以后的写作 都会教到with表示有 with表示没有 常常用正面反面在对称的写法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with a goal 有了一个目标 life is hopeful 人生就有希望 因为有了目标 有了人生的目标 人生就有希望 without it 这it是指a goal 如果没有一个目标 life is hopeless 人生就毫无希望 好 所以你要下决心 只要要立志 这个老师以前也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苦读十年 好 才能今天这样子 这个来做这样子 来帮助学生的事情 还是要下定决心 坚持下去 一定会可以学好的 好 你看这个难 是难在同类事物 做比较的时候 要加上other 以免形成自己跟自己比较的情况 好 这里一个例子很简单 就可以了解了 同类的事物 比如说都市跟都市比 你看好 台北 is larger than any other city in Taiwan 很多同学都没有加other 只有any city 那我们来了解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台北 is larger than any city in Taiwan 台北比台湾的任何一个都市都还要大 那语并就出来了 台湾的任何一个都市有没有包含台北 有啊 台湾的任何一个都市就包含台北 那其他这个又是台北 台北又比台北还要大 完蛋就不对了 所以你一定要讲说 英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台北比台湾任何一个其他的都市 要加一个other 其他的都市 那其他的都市一出现 这个就没有包含台北了 台北在这边 加一个other 台北就剔除掉了 any任何一个其他都市 这个就不包含台北 那这样才可以比较嘛 这边台北 这边的都市没有包含台北 这样就正确了 好这是单数 any other加单数 那也可以换成负数的写法 你看台北 is larger than all the other cities in Taiwan 你看用all 负数 any 用单数 负数用all the other cities 有没有负数 所以所有其他的 其他的都市 其他要加一个other 这关键要记住 好都市跟都市比较 在同一个地区 都市跟都市比较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好第二个是 在什么期间 我们可以用止句 while 加主词动词 所以我们止句一定会有动词的 如果是片语 后面就没有动词 都是用名词 或者是动名词ing 用dealing 后面是片语 用while 后面是接主词 动词 是接止句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的阅读能力 或者是翻译写作 那么你会运用到的就是片语跟止句交换运用 那你一定要懂 止句是怎么写的 片语是怎么写的 那这个不会写 你的作文就没办法成长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两个例子 while 止句 那后面就要有主词有动词 while I stay in Taiwan 当我停留在 我留在台湾的这个期间 I made many good friends 我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这个是止句 那下面是片语 dealing my stay 有没有看到my 所有歌后面 这个stay就名词 这是名词 这个I stay stay是动词 这是主词 主歌 这是所有歌后面接名词 所以用片语 during my stay in Taiwan 在我停留留在 居留在台湾的这个期间 我就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这是while 跟doing 的区别 这个是any other 跟all the other 的区别 order 这个重点 好了 有关于昆虫的世界 老师就讲解 说明到这个地方 说明到这个地方 是不说明到这个地方 有关于就是 有关于这个地方 但是 是不说明到这个地方